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丁遠的洪池山一定是他搞出來的 他一次又一次這樣做 我怕他真的會變成魔警 要不你就安分守己做過洪警察 要不你就自動辭職 要不然, 遲早就在我手上 老闆家裡發生了凶殺案 他老公死了 昨晚還好地地 怎麼知道今早他還這樣 你說謊 我昨晚一直在外面看著這間屋 你老公跟模特兒開完房後 我特地發了他偷吃的照片給你看 然後你跟他吵大吵 你一定是生他, 所以殺了他 阿謙, 你說什麼? 沒有, 我沒有殺我老公 你以為你不承認就可以騙到我們嗎? 你自己看這些照片 照片全是我昨天在你家裡拍的 你生他去滾, 然後跟他吵大吵 所以就殺了他 我昨天是跟我老公吵架 但我沒有殺到他 Man, 你要相信我 你沒做過就一定沒事的 照片拍到人家老公吵架 你不要一口咬定是他殺了錢生 那也不代表他沒有做過 不要咬了, 總之有做過也好 沒有做過也好 我們警方會做事 不是你們雜誌死的責任 發現報告出來了 死者前領才 死亡時間是早上六點半至七點半 死因是喝了含有生癌的牛奶 同時驗出牛奶裡也有安眠藥 不過安眠藥的食物很少 所以死者是被生癌毒死的 那死者身上的花紅粉染料呢? 是一般食用的花紅粉, 沒毒的 那我來怎麼用呢? 通常我們染紅雞蛋 報告裡也說了 死者是被兩次花紅粉染過 兩次? 那就是說, 沙咀士的位置 就應該不是空岸的第一現場 為什麼空手還要搞這麼多事? 殺完前山之後 還要撞到人家好像一隻紅雞蛋一樣 因為人中生癌毒死會七孔能血 空手這樣做很明顯就是想掩飾這一點 李閃娘了嗎? 這個世界有嚴死罐, 怎麼騙人呢? 李閃娘 棒棒 據我說, 整宗空岸的報告 完全不精緻 空手極有可能一時衝動殺了前三 之後他自己也很亂 所以亂想方法在這裡左掩右掩 那如果這個沙咀士 不是空岸的第一現場 那錢先生會在哪裡遇害 還有哪裡會有這麼大的江水 可以浸得住他 浴缸 我猜錢先生是喝了毒奶之後 準備洗澡睡覺 所以主人房的浴室 應該是空岸的第一現場 錢太太說他當時在主人房裡 如果兇手搬屍到樓下 錢太太不可能不知道 還有, 根據錢太太的口供 說案發當晚所有工人都放假 整間房子都是兩夫妻 所以唯一解釋, 錢太太就是空手 錢太太, 幾位 行的 我先生的死你們查到什麼? 我們掌握了重要線索 推測到錢先生被殺的過程 是什麼線索? 在這裡, 這裡只是棄屍的地點 並不是空岸第一現場 是嗎? 錢太太, 你當然不要留意 在這裡有一條很明顯 被物件拖行過的痕跡 是嗎? 現在科學鑑證很先進 這麼明顯的痕跡是不會驗不到的 所以這裡並不是第一空岸現場 第一空岸現場應該是浪水 鑑證科在浴缸上去水位那裡 看到有殘留的花紅火力 推斷應該是因為清洗得不夠 徹底而留下 所以錢先生應該是這裡首先遇害 然後再把屍子搬去按摩池的路 也就是說這裡才是空岸第一現場 移動屍體的目的很明顯 有人想故意誤導警符 錢太太, 當時你在主人房吧? 是 錢太太你的意思就是說 有人潛進來殺了你老公 而你是完全不知道是嗎? 是, 我那晚吃了安眠藥睡 這樣睡得很軟 然後我們的房道被人弄破了 不響我就不知道了 吃了安眠藥? 為什麼之前下班的時候你有沒有說過? 換位, 錢太太你故意把房道系統破壞 目的就是製造有第三者入侵的假象 沒有, 我沒有 沒有你會這麼緊張 錢太太看來你也是說真的 機票, 護照 錢太太如果你真的沒有殺人的話 為什麼他這麼急著要坐飛機? 我也希望我的推測是錯的 但是現在所有環境證供都傾向證明 殺死錢生的兇手就是錢太太你 我沒有心殺他 我沒想過這樣他會死的 你沒想過?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我認識我那晚真的很生氣我老公 我生氣他對我說跟人談生意 你怎麼知道去了滾 那傢伙和另一個女人去酒店開房的照片 被八卦周刊拍下了 記者還把照片發給我 我看到那些照片, 我當時很生氣 我還很傷心 我跟自己說, 也不是第一次了 眼開眼閉就算了 但他回來, 我始終忍不住質問他 廢話你 我忍夠你了 外面有人說你怎麼滾女人 我還維護你說不是 那些八卦雜誌是亂寫的 現在那個記者拍了你的照片 發給我, 說你和你開房間 明天全香港的報紙都說我老公出去滾 你有沒有理我感受的? 你看我一會兒就預料了 哪個男人不出去滾? 說當你老婆瘋心裡見過那些男人 不是因為他們的中心 因為他們沒有本事 你抓到了, 我玩完還會回來你家 我怎麼對你不住 你只會這樣罪我? 你怎麼這樣? 當初你嫁我, 都是貪我的錢 現在我有錢給你花的, 搞那麼多事 十幾年來, 我一心一意地對他 但他竟然一點都不珍惜 還要威脅我, 我要離婚 我越想越生氣 我真的不想失去老公 我很想他留在我身邊 於是我就想了一個很傻的方法 我在他鮮奶裡, 下了安眠藥 到他浸浴缸的時候 安眠藥的藥力終於發作 我就趁這個時候 倒了一些花紅粉在浴缸裡面 打算驗到他全身紅薄薄 短時間內, 都不能再去滾 然後我就在房裡睡著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醒了 我看到我老公還沒出來 於是我就走到去浴室看看他 誰知道我看到他 整個頭浸在水裡 當時我很害怕 我立刻拉他上來 但我發現他已經無助呼吸了 我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我錯手殺了我老公 我不想讓人知道 我誤殺了我自己老公 於是我稍微冷靜之後 就用尖包著他 把儀私刀落在波池裡面 然後再裝防毒系統弄爛 製造外面有人進來 把我老公浸死的假象 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 如果你當我還是朋友 你就把這件事坦坦白白告訴我 我可以替律情書求情 連你都不相信我 連你一個都是我殺了我老公 剛才在上面說話, 還好荒謬 就是因為這十幾年婚姻的悲哀 才有這麼荒謬的事發生 我不明白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你一直都知道 我是一個想結婚的女人 當初我選擇離開你 和永藏在一起 希望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歡 受婚姻的觸摸 她當時答應我 說跟她的前妻離婚 然後娶我 我真的被她感動到 那我就嫁給她 那次你一定以為我在狡辯 我明明是喜歡那個男人的錢 不好 我沒這麼想過 你這麼想一點也不奇怪 連我自己也不否認了一點 等我嫁給她之後 我立刻深意做一個好老婆 但可惜 我現在都感動不到她 她依然是這麼瘋狂 依然外面也有這麼多女人 她 我一直都在這兒忍 直到你朋友伸了一些照片給我 我這次就真真切切 要面對我的問題 對不起, 我的朋友是做得過分的 我沒想殺她的 我真的沒心 你真的沒做過其他事 你別騙我 我以前打算 嫁多一個有錢的老公 我就很幸福很開心 但如果另一份我 我寧願甚麼都不要 我只是想要回我老公 這個錢太太 看上去她好像以為她老公是浸死 她的事 錯到她兩次, 花有料到 某些人不吹聲就可以置身事外 我覺得落生埃毒死她老公的人 不會是錢太太 為什麼?有新證據嗎? 直覺, 錢太太應該沒說謊 她不知道杯奶度已經被人落生埃毒 直覺 還有觀察和分析 根據化驗報告 那杯奶度同時驗出 有生埃毒和安眠藥 如果錢太太真的要殺她老公 那落生埃就行了 要多次一舉落安眠藥嗎? 所以, 在她落安眠藥之前 應該有人在奶度落生埃毒 先生分析得很有道理 這只是你是推論 證據 我認為錢太太可能 首先在奶度落了安眠藥 那你怕弄不死她老公 於是把心一橫 再加上生埃下去 Stone Sir說得對 你不要變變的 那他們倆確實說得很有道理 好的 現在所有環境證供都只要向錢太太 我們可以出貨論 靠下去試試拜小事 師父, 你扣起錢太太的旅遊證件 讓她保釋出去 Sir, 你以前說過要公事公辦 不可以有灰色地帶 既然所有環境證供只要向錢太太 如果你是公正無私 為什麼這次你不相信證據 反而相信那個女人 就是因為所有證據都有很多疑點 那些鮮奶由製造商到錢太太家裡 中間經過不少人手 根本就不知道 誰人在奶度落了 說到底 因為你對她還有私人感情 所以才會麻木相信她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你才會明白 但我相信她沒有做過 我一定找到證據證明她的清楚 對不起, 我去廁所 前太太, 你先生死不跟你有關係 我沒話說 前太太, 究竟是不是你親手殺死你 是否因為前先生滾, 你很生氣 所以一時衝動殺了她 回應前太太 前太太, 你沒事吧 前太太, 你沒事吧 你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搞錯 怎麼樣?沒事吧 你們是採訪還是採訪, 幹嘛要做人 你回來了?餓了嗎?餓了嗎? 剛才做的叉蛋麵, 給你吃吧 不吃了, 沒胃口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是呀, 心不舒服 我又做錯了什麼? 做錯了好錯的事 明明所有環境證供 都只向前太殺了她老公 為什麼你總要幫著她呢? 分明是主觀感情, 還不是錯了嗎? 你說話的口吻跟Stone一樣 我認識了Rose這麼多年 我很了解她 她絕對不會殺人的 了解?有多了解? 你十幾年沒見可以有多了解 會不會是你自己以為自己很了解人 我只是以事論事 你別哭這種乾燥 你以為我想哭這種乾燥嗎? 行了, 我不想你被人利用感情 有吃別人的 你那些比較好吃 吃了你口水, 聽死你話, 沒有嗎? 口甜蜜 你這麼會哄別人 不如想辦法哄姐姐吧 什麼事? Mas Sir跟前太太 姐姐跟Mas Sir是好好的 但Mas Sir就像跟前太太偶斷絲連 不清不楚一樣 放心, Mas Sir不是那種男人 你那些男人當然要幫男人說好話 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跟前太太偶斷絲連? 沒有, 我自從和你一起後 我和他們已經恩斷義絕了 你不喜歡我做的事, 我一樣都沒有做 你叫我走東, 我不想走西 你叫我走西, 不想走東 你叫我坐不適合站 你叫我站不適合站 你叫站不適合站 我叫你哄姐姐而已 要不撐這麼遠嗎? 這個任務就留給Mas Sir辦 我們有另一個任務要辦 什麼任務? 就是… 起樓 起樓? 吃東西而已, 要不去這麼遠 隨她去哪裡吃都行 這間餐廳很特別的 東西大夠了, 你接不下 不知道你幹什麼 別生氣了, 再生不美女 你不是打算用這種東西 你哄我吧 如果你口氣下不了 你把她當作是我 抓住她來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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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行了 我來出客氣也好 師父, 我一定… 師父, 我一定… 我夢想人, 我在做夢嗎? 你是不是送一輛環保車給我? 我很喜歡 你笑得怎麼樣?是真的還是不是? 你進去找我就知道了 怎麼樣? 很香, 真是香味 已經付了錢了, 請我去哪裡才好 香港九龍新駕 你說去哪裡就是去哪裡? 行行 你們真的看了很多樓盤 每個都是漂亮的樓盤 是呀 姐姐 這麼難看? 誰買樓? Carson 你們有沒有想住哪一區? 要選多大的? 看他喜歡, 但最重要的是有寶寶房 因為有人說想生兩個 誰說跟你生?不知道, 醜 要什麼害羞? 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 結婚生兒子很正常 是呀, 結婚生兒子是需要很多預算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司機拿出來 接下來準備跟C開個合約帳 好, 我跟你結婚之後 我的錢就是你的錢 你的錢也是你的錢 先拿來看看 1、2、3、4、5、6、7 不過我爐多, 又有很多錢 Carson, 你真的很有誠意 我拿點東西是嗎? 我對C很認真 我希望他跟我在一起得到幸福 如果沒有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怎麼可以呢?所以我就跟一個 三十年的計劃 三十年?我還有沒有名字呢? 阿田 這麼有計劃 妹妹想不嫁給你也不行 如果是這樣, 不如趕快把天槍拉 我明天去找人擲的日子… 媽媽, 你別說了 我好像這麼急著要嫁才行 你看她的樣子, 走不掉了 況且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我想再接幾年 還好, 我不想爬家姐頭 既然不想爬家姐頭 不如這樣, 兩個一起搞 雙起臨門, 是嗎? 也好嗎?Sir 你不用怕了 你始終要面對這個問題 趁今天這麼人齊 媽媽 閉嘴 對了, 你就老老實實回答我 你是不是想就這樣和阿謙 住在一起就過一輩子了? 他沒什麼青春的, 沒什麼時間浪費 Lily姐, 我對阿謙真是認真的 不是玩玩的 不是玩玩就行了 那就拿一些具體行動出來 媽媽, 我們有分數了 你讓我們兩個自己慢慢商量 晚了, 我們先拿回去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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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吧… 女生外向, 真是被你氣死 經紀陳, 麻煩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們的房子 如果現在賣出去, 值多少錢 什麼?三百萬? 你早前還說值三百萬? 好, 那我先考慮一下, 謝謝你 幹嘛?你要賣房子嗎? 你捨得奸專門嗎? 其實媽媽也說得對 我年紀也不小了 都應該為將來打算 難道只顧著現在開心嗎? 你也想我們有將來 人家Carson也有七位數字職床 我又沒有 我怎麼可以讓你委屈 嫁給我這個窮鬼 沒有錢有什麼所謂 我知道你對我真心就行了 你之前又按了你爸爸媽媽的房子 為了幫我熟悉這房子 我知道你疼我 所以我沒什麼奢求 其實簡簡單單的煮出茶就行了 你有沒有看我像雷強人一樣 其實我也很少女人 我恨嫁, 恨生兒子 沒有好房子, 沒有寶寶房 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她老公真心真意對我 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我腦子裡的房子是否又大了 我心目中是大了一點的 那是不是隨時會沒有給人 沒錯 為什麼不說話?在想什麼? 我在想怎樣可以多賺點錢 或者我學別人投資 將來一定有機會發達 到時候就不可以… 當然 我已經 moral 油不 gains 空間 epid silently 你現在心裡太蠕蕭了 額蕭了 答應 這麼早很少人經過, 像前幾天一樣 這裡有山寶人經過, 然後又發生命案 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有關 你認得那個樣子嗎? 那倒不認得, 那人戴著帽子 戴著口罩, 這樣 你的牛奶每天都放在這裡嗎? 對啊, 我們每一招都來送牛奶 好, 謝謝 救命… Rose… 很多血了… 不用怕… 很多血了 是紅油, 有沒有受傷? 好, 來吧, 先喝杯熱茶 謝謝 現在有沒有見得好一點? 痛… 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自從永才死了之後, 我經常都睡不著 所以每晚都吃安眠藥 今早起床, 就全身都是紅油 誰這麼大招呼 有沒有見過人進來? 沒見過 謝謝 謝謝 是呀, 剛才我去洗澡的時候 有一張字條在我的床頭 什麼Sir?欠債還錢 你和人家有千斗筆嗎? 難道是無有良? 無有良? 你指的是剛才拿完國際慈善家大獎 人人都叫他大無山的無有良嗎? 我老公之前跟他在越南 搞一間化工廠 他佔大份 然後我老公和他弟弟 就配合看他的廠 後來有一次, 廠爆炸, 虧本 但他不停要我們 給他之前投資的那些本金 這個無有良改錯名了 應該叫無良就差不多 做生意的事當然有賺有虧 哪有得輸打贏要的 我老公為了這件事 跟他吵起來 大家還搞得很不開心 後來永才死了, 他來找我 他叫我還錢, 我不肯 他就恐嚇我 毛先生, 我先生生前說得很清楚 說廠爆炸, 我們的錢都蝕了 我們沒有資金可以再給你了 你沒有錢還嗎? 你沒有錢還嗎? 這次把刀插在西瓜上 下次把刀的刀插在你上 有錢還嗎?你想清楚吧 那他擺明就是恐嚇 我一個寡婦 沒有來有黑社會背景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這就是我害死我老公的報應 你不用這麼自責 你老公不是你害死的 他是被人在杯奶落山埃毒死的 那是誰害死我老公的? 是不是真的無有良? 現在暫時還在查 不過陸沙埃和林紅柚 很有可能和毛友良有關 現在還沒夠證據 我們警方做不了什麼 但是我會幫你下保備案 你最好請我私人保鑣比較安全 我明白, 作為朋友 我有事, 你不會不管我吧 好, 阿曼Sir, 我出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線索 朋友一場, 幫得我一定幫的 Mac, 自從我老公寫了一口 我沒有人可以靠 我現在剩下你這個朋友 在上流社會 要有一個交生的朋友 原來很難的 我已經說了 你有什麼事隨時可以叫我 顧你總長 我說過了, 這些是機密報告 不可以隨便看 錢太太被大無聲恐嚇嗎? 是推測而已, 還未有實質證據 還用審, 當然是他 他的底子大家都知道 我也叫阿民去越南 查他那間法工廠 為什麼會發生疑惡呢? 有沒有消息? 原來毛友良叫錢永才 買通當地的官員掩蓋這件事 所有事都是大無聲的主意 明明是工廠的錯 但是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工人上 讓他們自己一個崩也不用賠 正牌無論商人 你們為什麼會有這些資料? 是有個受害人寫這名信來報料的 讓我多儲一些資料 一切都把那些壞事都爆出來 讓他還拿什麼慈善大獎 聽說毛友良問錢永才 拿回投資的錢 錢永才說沒有 所以毛友良就殺了他 不排除這個可能 不過那間工廠有這麼多受害人 其中一個是兇手也不定 誰做的也好 總之無論如何都要爆出那些壞事 讓我身敗明點 你別忘記毛友良有背景 你別隨便爆料 我有個警察男朋友,我還沒害怕 你這麼看得起我 我真的不知道擔心好還是開心 對,我有些事要告訴你 聽完之後 我不知道你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什麼? 我設置你的荷包 賣了一個夢幻圓 下個月開始不用工 車子,我們很喜歡的 我是很喜歡車子的 但是我更加喜歡你 其實你對我好 你送我公姐給我,我已經很開心 不用了,我還能工得起的 只不過這麼快就給我省家 不行… 我警告了一間雜誌寫了沒有? 我們已經做了事,毛先生 告訴你,再亂寫,雜誌寫了 還有,那個錢太太還錢了沒有? 我好好的招呼一下他 知道了,毛先生 毛先生,有兩把阿托偉要找你 出去吧 兩位Sir,有什麼幫不上你們? 毛先生,我們知道潛永財生前 是跟毛先生有生意的合作 因為錢的問題令他很不開心 而且最近錢太太還被人恐嚇 請問毛先生你知道嗎? 兩位Sir,告訴你 錢我沒什麼,不過有很多錢 我最近還拿了一個…拿什麼獎? 慈善家大獎 慈善家大獎? 我會不會為了少許錢恐嚇他? 你不是為錢? 那為免吧? 這麼多手下看你偷偷 要被人知道你連女人都擺不住 豈不是很沒面子? 你倆有證據就拘捕我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毛先生,錢太太被人恐嚇這件事 已經紀錄在案 就是說我們警方開始留意這件事 如果你亂來,你應該知道後果是什麼 Sir,你說完了吧?我很忙 宋鶴,兩位請 什麼慈善家?孤明釣魚,真想打他 冷靜點,用暴力當然無法決定 你這種無良富人 錢銘財的寫明跟他有關 你這樣也讓他走掉了 我一定不會放下他 我知道你贈我丟手 但是我們是有法治的 我絕對不容許下屬 私下對罪犯報仇 我明白,不可以自發犯法 毛先生,我們雜誌社 登上你越南間化工廠發生意外之後 我們雜誌社就收到恐嚇電話 不知道你對這件事有什麼回應? 這位記者姐姐姐,你…你什麼周刊? 你…我拆掉你的口吻和那兩位阿蛇 你一模一樣的 我忍著我告你匪謀 你真是… 毛先生,你是不想回答還是不敢回答? 是不是你親有事,所以不敢回答我? 你拍夠了嗎? 不要拍了 走… 走… 人家還在採訪而已,用不著動手 Man,救我 工人和保鏢都不見了 我無法呼吸 Rose… 什麼事? Rose在家出事了,我去看看他 你別再在這裡搞事了,回去吧 怎麼離譜了? 收到前桌一個電話 一支箭飆掉了 不知道誰才是他的女朋友 Kim姐,你別胡思亂想 Max Sir只是工作而已 是呀,Kim姐,你想太多了 外面的藍色車經常跟著我們 糟了,Kim姐 是否剛才我們得罪了大毛先生 所以她一找人來教訓我們 Mad? Kim,什麼事? 我的車子正在被人跟著 不知道是不是大毛先生派人來工作? 我叫你不要亂爆料 不要,你怎麼不聽 你現在正在去哪兒? 我在回雜誌寫 我有點害怕,你可否過來? 我警告過她,她不敢亂來 你不用擔心 Rose可能有性命危險 我怕她出事 你自己小心點,有什麼事就叫我 好嗎? Kim姐的機會到 訊息一定能撲到你胡花 撲她撲,不過撲她去前太太那裡 你馬上去前太太那裡看看是甚麼事 好,我們一定會幫你盯緊 Mad Sir和前太太的 我叫你們去看看 是否無有良派人去搞前太太 我對Mad不知有信心 他不會做些對不起我的事 Stone,我記得毛先生找人去搞雜誌寫 你給我上去看看Kim吧,謝謝 謝謝 你們是誰?為何是我的家? 被人請我去拍裸照,前太太 不知道撿搶吃多少錢 不用怕前太太的錢給得起有餘 你們是否無有良派? 你快拍完我們自己的影片吧 你別走過來,救命 救命,你叫吧,你去攻人家的保鑣 被人家打暈了,隨便打… 你再走過來 救命… 住手 誰責 甚麼 Rose Rose… 好 Mas Sir的車 怎麼樣? 阿咪 跟Kim姐這麼相信Mas Sir 他竟然要偷情 男人真的信不過 糟了,拿點照片給Kim姐看 你說呢?還拍?走吧 不用怕,沒事了 我很害怕,幸好你急時趕到 我早就不知道怎麼辦 有什麼不同?要不要送你去醫院? 不要,不要送我去醫院 讓傳媒知道就說我做新聞 我想我休息會沒事 你坐下 阿蓮,公司有什麼不同? 有沒有三個人上來搞事? 三個人?那個算不算 阿君,我專程來替你道歉 這幾天我想通了 我知道我沒權氣你 更加沒權干涉你跟誰在一起 我只想你知道我真的很緊張你 阿君,給我一次機會 他們先生,你還沒問題嗎? 我閉嘴 阿哥… 阿君,你走在哪兒? 大哥,有事慢慢來,我不要亂來 不可以再說 別說了 哪個八婆叫許文謙? 八婆報警? 阿君,我還在叫你 幹嘛? 這麼喜歡胡亂寫 我把你的手砍下來 不要…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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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我動 走,走 阿君,小心 救命 阿湯很痛 阿昇,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你還顧著我?你本來就流很多血了 我打發車 謝謝 阿智, 你沒事吧? 沒有… Kin姐, 你沒事吧? 不用審, 一定是毛先生做的 Kin姐, 你傷得重嗎? 沒什麼, 醫生說扭傷口也能走 比這一劫都避免了 什麼程劫? 沒有 下面有什麼發生了? 一定有 讓我看看你剛才演了什麼 你… 有什麼聲音 我一定不會說 你你可真是可以 有什麼聲音 比這一劫的 小生日 你千萬不要 他不太快 我們就這樣 你怎麼發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別動了 醫生剛幫你輸完血亂針 你刺青了傷他就不好了 我沒事, 皮外傷小問題 這次你為了救我, 弄成這樣 我心裡過意不去 傻瓜 為了你, 就算沒了一條命也無所謂 別這麼說, 幸好你及時趕到 不然也不知道多少同時會受傷 我一定不會放我哥哥無有量 看你, 受傷還過來工作 現在最重要是好好養傷 我快要來放學了 我叫他買日用品過來給你 不要, 阿君, 我不想他擔心 還有, 答應我 我受傷的事不要跟我爸媽說 放心吧, 我要替你照顧他們 謝謝 我為你為何要這麼客氣 來, 休息一下, 我買點東西你吃 我想吃艇仔粥, 牛利酥和腸粉 有要求, 又會受傷這麼開胃 我去買 謝謝 折… 阿君 你一直都在嗎? 阿君, 我擔心Mis東sir的傷勢 他嚴重嗎? 放心吧, 他這麼囂張就沒事 對了, 你的手傷怎麼樣? 少許戒傷而已 你說如果剛才… 如果Mis東sir在這裡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你只是靠我, 我… 我真是沒用, 我也不… 阿絕, 其實哪關事呢? 你別想太多了 阿君, 我剛才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我說出來, 你別怪我 Stone Sir 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來保護你 我覺得你回到他身邊 是比較適合你的 我只想你知道 我依然很關心你 知道了 好好保重 你也是 好好照顧自己 我會 跟朗朗說 他覺得人家是誰玩我 你也是 有需要隨時打力 再見 收到消息 有個有錢人在酒店給人家殺 蒙有良 甚麼Sir? 就是他們兩個發現死者報警 你們兩個怎樣發現死者 媽媽給我們一個地址 叫他們上來出中 我們就跟著地址上來 一上來就看他死了 於是就報警了 與我們無關的, Sir 是 跟我們拿份口供 是, Sir 甚麼Sir 經初步檢驗 死者應該中了生拉毒 懷疑人家在酒店下毒 中了生拉? 那豈不是跟前永財中的毒是一樣嗎 Pyvan 是 我可以回去做個詳細的發現 好的 好嗎 逐段逐段旧情已是无后 一日夜夜为谁也是缘分 不枉一身奸着这安慰是命感 若有天因有这段感慨 才珍惜你的所爱 我的离开也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